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很多深房结婚的朋友 他们通常可能就是只登记,不宴课 或者是宴课的规模通常非常的小而精致 那随着整个世代交替,然后结婚习惯的改变 未来大型的婚宴会馆的空间可能比较不服使用 那这些大型的婚宴会馆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在空间上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这一集就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人迈入婚姻的时间越来越晚 加上疫情不群聚的影响下 让很多新人想尽量的缩小婚宴规模 很多人更崇尚西式的户外婚宴 也使本来从国外夯回台湾的微婚礼呢 成为接下来的主流 一直删减宾客人数 只邀请知青好友们来现场参加 精致而且充满着仪式感 尤其在疫情后 许多微婚宴甚至提供线上的转播服务 让在远端的宾客一样可以线上参与 但这样一来呢 过往上看百桌的婚宴将不负载 况且还有饭店的宴会厅在分食这个市场 大型的宴会会馆呢 转型也变得更为重要 婚宴会馆呢 本来另外一大部分的生意 就是来自于MICE市场 即Meeting会议 Incentives奖励旅游 Convention会展 Exhibition展览 及不同形式的发表会 或者是展销会 未然想更广纳这类型的生意 不能单单紧定掉是婚宴会馆 从品牌的行销 到空间的重新规划及设备上呢 要更弹性的来同时满足大小MICE 及微型婚宴小而美的需求 同时 微型婚宴部分 越来越多人喜欢在特殊的地方办理婚宴 比方说农场 住一个民宿 或者是海外的海岛婚礼 大家更看重的是体验 因此费用不见得比较低 但过程绝对要够精致 因此呢 也越来越多的婚宴会馆业者 开始转投资一些交区的空间 除了提供新人们不一样的选项外 也采负合式的经营方式 创造更多元的商业模式 其实呢 随着疫情还没有结束 那很多餐饮业都不知道 会不会再经历一次 没有办法内容的低潮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婚宴呢 它会走向一个更精致化的路线 而且呢 模式不会仅限于在一个空间里面 像现在呢 从空中的跳伞婚礼 一直到海底的潜水婚礼 是非常记忆点的 也因此呢 这些大型的婚礼会馆业者们 不妨可以从现在开始 集思广益一下 未来的婚宴呢 它是只要仅限在我们的这个会馆里面嘛 或者是可以往更多元的空间去发展 那现在的这个婚宴会馆 可能可以有些更好的转型 跟出入也说不定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